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GN周六寸玩具测评 本期是第65期 咱们已经好久没有拆核了 今天我们拆核的就是这款 英语叫做Helix 中文如果直接翻译的话 叫做海列克斯 也可以翻译成螺旋 这个角色其实最早是在09年的电影版本 出过一个玩具 那么但是没有在电影里面出现 它其实是在当年的游戏里面 就是DS游戏里面是有进行出现的 在明明新的角色 为什么我想买这个角色呢 原因有两个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在上期录制 GN周第306回合的时候 Helix它是与沼泽鼠 是一起潜入小岛上面 它就是其中一名成员 所以说我是想把它是购入能中 第二点我们可以看看 就上方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是我在FashionSide 这个店进行一个购买 它的价格 这是一个全新的 它是4块9毛9 然后什么原因呢 就是它会有一些核损 因为有的时候在美国这边 有的商店里面 如果感觉核不是特别好 那么就会把它放在一些 像这样的折扣店里面 价格是相当的便宜 这个玩具如果是正价进行购买的话 应该是20多美金 应该是234美金 那么这样一讲的话 差不多是直接砍掉了20美金 以5美金这样的价格 差不多 购入当中下差不多是35块人民币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而且这款其实表现 我觉得也是不俗 毕竟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首先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Helix 他曾经是儿童贩卖的受害者 之后他是体数专家 并且的话 他是作战技能和战略技能 都非常突出 所以说之后是加入街州的团队 那么在团队里面 他是在秘密行动团队里面的其中一员 那么也是有不俗的表现 在漫画游戏里面都会有这么一个出现 那么今天我们进行一个拆核 好了我们先少许 我们这人来看一看 这两个核其实我们看一下都是微微的核损 就是在这个里面的核损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这样 我们就随便 就是咱们就拆一核了 咱们就拆这核吧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玩具怎么说呢 我觉得其实我看了看这个玩具的表现 其实这张照片拍的还是不错的 那么前面这个照片实在是有点不太好看 因为我们看这个地方的插画 这个峰会画的确实非常不错 而且他这个发型 他这个面向让我想起黑寡妇 但是这一块明显就是黑寡妇 可能吃了什么软体动物 可能是过敏 脸都肿起来了 这明显叫黑这个玩具 这个玩具我们去看一下 他的身上的装扮 我第一眼看的话特别像是X-Man 就X战警里面的其中一个 类似于黄黑这么一个装扮 加这个团队的话也毫无违和感 然后下面写的G.I. Joe Classified 是绝密任务系列 然后他的名字是Agent Helix 翻过来他的配件还不少 那么有两把配刀 有两把枪可以别放于身上 还有一把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大砍刀的武器 然后这两把是把它是可以放在手腕部分 那么这一个角度调整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背包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款玩具 可动性也是超轻啊 应该是这个目前来讲 在女性角色素体里面 他应该是表现最好的一款了 就是觉得值得购入囊中 如果价格这么便宜是不是 咱们就不再多说不再拉仇恨了 好我们看一下下方都是全新的 当然也有可能啊 因为在美国这边有的这个 有的玩家会怎么样呢 会比如买了之后啊 然后就是 调包一下 比如里边放的什么石头子啊 或者放什么超人玩具在里面啊 甚至上放一个认识神规什么的 然后再到店里面就退 因为美国这边的店是 它是退是无条件进行退货的 也有可能待会打开之后 可能里边可能就是一一根棉花糖啊 或者是一一一块小石的都有可能性出现啊 我们这个期待一下 拆拆这个盲盒 好然后我们再打开 好一刀划开 我们看里面 是否是这个玩具本身 好的 没错啊 就是这个玩具 然后里面有两个盒子 这是它的推荐包部分 推荐包在这里 基本上应该都该有的都有啊 这个是一个小盒 上面写的A10 Helix 104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啊真的是这样 它的面相我觉得真的是刻画的不错 只不过这个盒子实在是太黑这个玩具了 它这个照相师啊 真的是把这玩具没有照出美感 反而照出是非常难看的感觉 好 我们把它进行一个打开啊 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的划开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也划开一下 好了 腿上的话呢 后面划一下 然后这边还要再打开一下 真的是有很多这样的 ok 然后后面是这个小盒 真的是面相特别像是这个黑寡妇 那么尤其是这样一个素描 那个版本 更是像 这真的是面目交好啊 好把它放在一旁 然后这个是玩具 我们先简单的看一眼 呃面相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前方是有这么一缕的一个刘海 在这个地方啊 刘海是否可动呢 我们看一下刘海是也是可动的 可以把它这个别放于旁边 如果你不太喜欢 其实这样更好看 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这个染色 在这个地方 还是下来吧 有点个性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烈红唇 然后面部是我觉得是焦好的 可能摄影师拍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头部给它往上 那这样当然看到这个比较胖了 对不对 拍照的时候微微的向下一点点 面相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在身上有这么一个直接 这么一个腰带 旁边的话应该是一些作战物品 那么后方啊是可以别放一些武器 的一些扩展槽都有了 后面可以去安放背包 然后他的这个装扮真的是这样啊 这个是一个灰色和黄色相间 有点像X-Man的这么一个团体 好这边一个小纹身啊 但这个纹身的话呢 这是一个创可贴 这是一个粉红创可贴啊 对不对 非常的可爱啊 这边是一个通信的一个设备 在腿上 这应该是两把枪的一个差别的一个位置 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下面穿着作战的靴子 然后我有一个作战铠甲 可动性也是非常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 头部的话是可以进行转动没有问题 上下的抚养 很大的角度微微向下一点 或者是稍微的倾斜一点点 是一个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感觉 然后他的手臂的话呢 可以进大扰环平举 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进行一个这个地方的运动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 它是一个双动关节 是一个有很大角度的一个可动性 我们来看一下 不建议使劲掰 可以稍微的给他吹一吹 这样更加的这个不容易损害玩具 前方进行转动没有问题的 腰腹部可以进行一个抚养啊 可以这个转动啊 都是可以的 腿部进行一个前踢啊 这个地方可以进行转动 包括双动关节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站 这个地方也可以转啊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动 它是可以摆出非常多的 这样一个pose 来的 它的整体的比例腰师都是 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 来看一下 这个不算是特别的那种丰满型 但是绝对是一种体数格斗专家的 这样一个感觉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其他配件部分 在这个里面并不是并不是很多 没有什么重武器 都是一些比较较为轻便的武器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一周子啊 什么都有 好 首先就是这个小B包 这个小B包的话呢 非常的轻便 我们看这里面一个小的一个小槽 可以这个小一个小凸起 插在这个小槽的里面 那当然了 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这个两把刀的 这么一个收纳的方式 两把刀在这里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来看一下 嗯 他的这个握手部分 是这样一个黄色 只是这一个土装啊 有一些小凸起 应该就是在日本刀的时候 这样进行一个大历子的缠果 呃 有一点小细节 但是并不是非常多 前方是这么一个 有点这个雪槽的刻画出来啊 这个其实不应该叫雪 应该叫做刀本身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花纹在这里啊 还是不错的 前方是这么一个漆黑的一个涂装 整个整体有点这个软 但是其实这也是好处 因为如果太硬的话呢 就是容易去折断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的话呢 是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进行收纳 这把刀一模一样 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背部的一个刀的一个收纳 好 我们在我们边上来看 然后他有这么一把这个砍刀在这里 这个地方确实是雪槽了 可以拿我一个手中 也可以直接把它这个挥砍出去 像这个汤 这个这样的一个叫做一个飞斧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更像是一把砍刀啊 这把砍刀也可以放在某个地方 我来看一下 是可以收纳于 我先把这个拿下来 是可以收纳于这个地方 我觉得 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收纳这把刀的 这样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向上 向上 我觉得有点危险 所以把它这个向下这样的一个收纳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收纳方式 然后旁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枪 这个枪 是下方的弹夹能够拔下来呢 不能够拔下来 想多了 两把枪其实是一模一样 弹夹是很长 里面有非常多的子弹的甜味 这是一个火力的清晰 可以拿放于双手 也可以直接把它放在这里 那么武装到牙齿 这是一个枪支的这么一个收纳方式 这是一把 然后这边的话呢 还有一把 当然还有就是它最具有特色的武器 我们待会来看 把这个地方再进行一个收纳 好了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还是非常喜爱的 那么我可以看一下 这个的话是一个 刀刃这么一个武器冷兵器 但这个地方是可以放他的手 而且不需要把手部拿下来 你就可以直接的把它放在这里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一段两段式的 是一个移动方式啊 还可以进行一个转动 正好是放这个武器的 可以把它在这个地方 好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调整角度 而且我们看一下 它是一个前方是这样的一个银色涂装 这个地方是一个漆黑的一个缩料成型色 后方可以进行一个两段的可动 非常不错的一个武器 也非常有特点 可以让多人进行一个使用 但是它的话 应该是体术专家嘛 觉得更适合使用这把武器 好 那么可以摆出不同的姿势来 这个玩具我觉得是 我在买之前啊 其实是犹豫了一段时间的 因为我在讲漫画之后 我觉得这个角色的话 还是感兴趣 后来看价格 劝退 再加上那个峰会不太好 但是我看到这个好价格之后 再加入手之后 我觉得确实这是一款不错的一个玩具啊 真的还是可以值得进行购入当中 好我们这期视频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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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不过来